而在收封箱沿辽村的山林福德庙23号举办中原普渡 庙方也是将善心大德的普渡物资捐赠给了更生保护协会 华山基金会被害人保护协会关怀弱势家庭 主委张正志感谢善心大德的善心善举 在大家的支持下与福德庙委员会以及志工们 把物资送到了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收封箱沿辽村的山林福德庙23号举办中原普渡 许多民众都来到山林福德庙参加普渡活动 中原节除了是让好兄弟心满意足之外 也照顾到了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那么本庙也在每年的这个良辰即使 特别准备一些这个山生啊 果品啊鲜花啊 一起酒里经营财博 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四方的兄弟姐妹可以前来笑纳 那么另外呢就是每一年的这些贡品啊 在普渡法会晚之后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 四方的信誓呢愿意把他们的贡品呢 捐赠出来那么也特别感谢我们地检署这个更生保护会 在重复的做这些事情啊 也非常的感谢他们 为了感谢信众大德的善心善举 主委张正志感谢信众大德多年来的支持 会将大家的爱心捐赠给爱心协会 让中原普渡的物资帮助到需要的家庭 主委张正志感谢信德大众的慈悲 长期以来支持庙方的信众管理委员会 会将所有共品物资捐赠给需要救助与关怀的社会弱势族群 并注入善心暖流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